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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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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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挑战英超和欧洲的感标 另外就是官方 官方说是马连足球总监安斯和夫 在过往两季都有两个感标 证明了intranc和团队 都是非常适合到在球会工作中 就是显示了他们有这个能力 也都是觉得Tankhuk和美国团队是最好的合作的伙伴 能够再带领球队向前走 这个你见到Tankhuk和英力士和安斯和夫那个小小的声明 都是很官方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很礼貌式 那就是说现在正式落实了续约的问题之后 其实可能要再加快一点点 接下来新球季那个买卖球员的部署 现在很多都是指纹楼梯响 没有正式落实可以签入的球员 也都散货方面都是暂时没有一些 令人觉得是几十多惊喜的或者惊奇的买卖 现在出的最激烈的最次烈的就是拜仁的中坚 迪列治 现在他为荷兰国家队出战欧洲国家杯 不过迪列治现在就在荷兰队里面 就拿不到的正选位置 之前的拜仁都因为有伤 那个位置都有一些不是太过稳固的正选里面 也都是停了赛 因为受伤停了一大段的时间 所以很多坊间的指责就说 迪列治是不是真的 是曼联要找个人呢 因为考虑他的伤患 因为大家经历了上一季曼联中坚的伤患 一个一个受伤 最后还要卡斯米洛传演中坚的事件之后 也有点害怕的 你说如果真的签了迪列治回来 原本的麦加亚是怎样呢 但是按照天赫的心目中 就应该马天尼斯一定是首选中坚 只是拍谁跟他踢中坚的位置 迪列治签回来是否真的 如果成事才说 是否跟麦加亚差另一个中坚席位呢 不知道 因为现在麦加亚还没有伤患 也看到马天尼斯都是容易受 容易受伤的球员 因为之前的受伤都停了一大段时间 另外连迪路夫又想清走 也不能清走 伊云斯的逐约是否真的逐多一年约 又是未知的 还有一个金华拿 到底如果真的迪列治尼玛 金华拿要排的顺序出场就越来越厚了 不过正如很多的球迷都说 曼联又要踢欧霸杯等等 有多几个中坚都没什么所谓 之前说云比沙卡又想清走它 如果右杂没有了 今天达乐治打了右杂 但是现在左杂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清走了云比沙卡 那大陆则一定会打右杂 那左杂怎么办呢 马拉斯亚的伤又不知道怎么办 这位年轻人真是 不知道他的伤搞到什么时候才好 所以又是未好了 虽然现在在英格兰那个 欧国贝克大军里面 他曾经都列为后避的 但就不会出过场的 都是令人担心的 现在有些小道消息说 以前踢过半个月的列古朗 可能就会再曼联再签回 顶一顶位先 都不出奇 之前你说列古朗那段时间 好好又不能说 但说太异 也不是说可以说太异 就是这样说法 如果真的签回来 我想都是一个紧急的方法 跟他之前借回来一样 都是借用 看看是否列古朗真的回来 因为现在的后方是比较麻烦 到底人选 受伤、伤患等等 相比中场或者前场方面 可能急切性 在后面比较重要 看到这张图 到底这个阵容 是否真的有机会成事 譬如前锋 斯阿斯 这位荷兰的前锋 一直都说想要他 又在讨论 很多事情都在讨论 人工、个人的条件等等 另外就是烏拉圭中场的 烏加特 是否又是回来呢 如果是这个阵容 可能都是新的管理层 希望可以在新球季出现到的阵容 不知道有多少成可以达成到 另外就是前一天 曼联 因为可能公布了一个裁员计划 应该有大约250人 就会没有了份工 因为现在曼联 在各个部门里有1,100人 好像有很多 中间有很多的佣员 都不知道 就会清走大约250人 折省的资源 就会投放在球队方面 即是一队里面 希望能够改善成绩 是不是可以呢 也有很多的意见 就是说 你买安东尼都要1亿 那些人工 一个星期的周身 都可以救回很多的职员的饭碗 但是你明白 就是 球会可能想精减这个架构 或者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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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无可口非的 那当然啦 某些的职员没有了份工作 都只要令人觉得有点远色 可能他们都是 就是在球会服务了很久啦 虽然大家都不想见到这个情况出现 但是就 他们的高层都决定了 就是要炒成200多人 都算一个 大财员啦 就是相对一家公司来说 好啦 那今集就讲到这么多先啦 那看一下 买卖球员方面呢 有没有一些新的消息 好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啦 好啦 拜拜